嗨 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AB的意想世界 紅藥丸覺醒的直播 那麼 稍微調整一下今天的這個 開頭啊 因為今天的直播也算是 算是我臨時改變了一個題目啦 那麼 所以開頭的音樂 來不及準備 所以就 放個背景音樂讓大家聽聽 那麼 今天這個直播其實蠻有趣的 要跟大家聊聊一個 算是 在 俄國 的一個 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大文好吧 托爾斯泰的一個 部 很經典的長編小說 那麼這部小說就是叫做戰爭與和平 但是 也先跟大家講一下在一開始跟大家講就是 今天這一個直播主要是會跟大家聊聊在2016年 應該是在英國啊 BBC有出一個電視區叫做戰爭與和平 那麼這一開始 也要先跟大家講就是 今天的這個直播會劇透 很多內容 OK 那麼如果說你不想要被劇透的朋友們 OK 無論你現在是直播的朋友還是你是看重播的朋友們 如果你不想 呃聽到劇透的話 那麼今天的直播你可能就 沒有辦法就 就 趕快到此為止 好不好 那麼當然不用擔心在待會我在開始講之前我還會再一次的 提醒大家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個非常討厭被劇透的人 所以 呃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影片啊 那些內容創作者在開始就是講說啊 之後會有劇透 呃這樣的一個警告我覺得是很好的 好不好 那麼 當然在今天直播開始之前要先再繼續跟大家推廣一下 那紅玩三節我們的線上講座 私密講座 返回人生的這個講座 呃如果你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呃請點下面的連結 好不好我們呃應該在 一兩週之後我們就會開始這樣的現場講座 請大家持續的 有呃 購買的朋友們有加入的朋友們到時候 一樣如果是 你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 在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老闆會寄一封信給你告訴你怎麼加入這樣的一個直播 好那麼今天 其實就是要跟大家聊聊這一 這一本算是19世紀 在俄國的這個地方一個很有名的一個 他們一個很有名小說然後他也呈現在那個時代裡面的 整個不管社會啊還有戰爭啊還有人生的一個算是一個 格局很大的一部小說那麼 呃在場我自己還沒有看過這個原著的小說啦 我現在只是看了個電視劇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那包含我有跟一些 在烏克蘭的當地人 呃深聊了有關這一個 這件事情我覺得在 我在烏克蘭這個地方啊讓我覺得真的很爽的地方 也我其實也是非常的推薦大家未來在有讓人屬性的時候啊 就是這個事情其實是非常棒就是 你可以 有這個自由到這個當地然後去跟當地人去聊他們之間的歷史 然後是用一個很生活的方式是一個他們真的活在這樣的世界的方式去跟他們聊這些歷史的時候 那麼這是一個 我自己認為這是我的智力屬性提升了一個非常 棒的一個 就是 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情那麼 我自己也有很幸運的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呃 不單純只是像以前我們學生時代念書的時候背一些歷史啊這種心 我歷史真的是超級爛 真的就是 那在這邊我也要 呃先 之後我會邀請奧克來跟 呃跟請奧克來我的頻道來聊他最近要推廣的新書 那我還是跟他約看哪個實驗室比較好 他這個壞男人壞男人的全魔霸術是一份是一本很棒的一本書 那麼當然 還沒訂購就是已經開始預購之類的趕快 去買因為 他裡面先哭且不能有repio一些很重要東西到時候我們在他來我的頻道的時候我會跟大家聊更細節的一些情形 他在裡面還有引用很多這個我們 呃 台灣中國 這些 這個華 中國歷史這些 古文啊 有用到很多很多比如說商國時代的一些 名將的一些故事然後都引用很多原文 那我講這件事情是想跟大家講說我 在學生時代的時候我真的 對歷史是非常的排斥因為 排斥的點但是跟我們教育是有關係那本身是裡面很多種古文啊 我真的就是看到文有我真的都看不懂 你知道嗎我可以 我現在就是稍微去轉換一下大家理解說很多人有 不想看英文啊 好吧 我理解了 因為我在看這個古文的時候我真的就是 乾媽的 我真的看不懂那 推廣一下奧克那本書他裡面在每個古文的部分都有在去做他的 講解 所以真的你提升你自己的智力屬性提升你自己的文藝屬性 對你的本身是很有幫助 那像我就是專攻 就是 你就是說讓人屬性嗎 所以我看一些英文嗎 包含現在看一些俄文嗎 所以我我講這麼多只是跟大家講就是說其實 你有這些文學的素養 你有這個智力屬性 那麼像我現在要跟大家聊這個戰爭有和平 那我也是 有跟這些當地文學的大師 之類的好不好 聊這整個過程 那 我自己本身是看完這個電視劇之後 我想要 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 這部電視劇跟小說 好不好 所以 一樣 在 第二次的 警訊 接下來在講話就開始劇透 這個戰爭有和平這個部電視劇的內容了 如果說你聽到親愛的朋友們 OK 第二次警告了 如果再被劇透就 呃就是你自己自己活該了好不好 好 那麼 我們就來跟大家聊聊 呃這本小說 那麼 我在這邊有找到了一張 一張 圖啊 他這本小說裡面其實背景 欸先問一下 OK 在場的朋友們稍微想跟他互動一下又 看過這部小說 或是看到這個電視劇 或是看過任何跟 戰爭與和平 像一樣的電影的人 有的人請幫我打一 沒有的人完全就是沒有看過只是聽大家講過的人 那 請打零 好不好我想要 了解一下今天大家 對於 戰爭與和平這本書 或者這一個電視劇這個故事了解 的程度 OK 有看過的啊 看過 書 OK 好 好 所以 也有些朋友其實是 智力屬性文權素養是很高的 好的 沒問題 那麼 我就今天其實我在分享我會跟大家講一些故事嗎很多人可能都沒聽過好不好所以我這樣講你可能聽不懂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講一些故事好不好 那麼當然你如果想要看最棒最棒的人但是看原文啊我是也是這樣 我未來就是祈禱著 我俄文學好之後我就可以看更多俄文的文學著作那真的是媽超爽的 那你沒有俄文不行的話那你可能就看中文的或是有人會看英文的怎麼都好 好不好所以當然這是已經 超一鍋轉一鍋好幾首資訊那今天只是為了 跟大家聊這個東西順便跟大家聊聊當時的兩性動態然後用紅萬紅藥丸覺醒的視角去跟大家 解讀這些文學劇作的小說 那其實我覺得是一些蠻有趣的事情好不好今天就算是一個說故事好不好 所以 一開始我就會先給大家看看 這一個他們有一個蠻大的一個人際關係也沒有蠻大的我覺得還好一個人際關係圖 來我看一下 應該是這樣子 大家看得到這張圖嗎對不對 基本上應該還算看得清楚 這是基本上這整個電視劇我不要講小說因為小說 我沒有看過 OK那麼我據說我跟這邊的 朋友們就是文學素養的朋友們OK 姚國他們說其實小說在戰爭的部分 呃他其實解釋了很多 OK 那麼但是 這個在電視劇裡面在戰爭的部分其實描述的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一些人際關係啊 兩性動態之類的劇情 估計是因為這樣子大家看得比較喜歡吧 電視劇畢竟還是要考慮到 這些收視率的問題 那麼先跟大家講那個時代的背景故事基本上他是一直在俄國的一個 一個 的一個故事OK那背景大概是在 西元1805年左右 那麼 那當時的整個歐洲的狀況是就是法國的那個拿破崙 就西圈整個歐洲 所以整個時代背景基本上 根據這部小說其實就是 整個時代背景是 法國的拿破崙要去跟俄國 打仗要侵略俄國的 這樣的時代背景所以 他整個故事包含你現在看到這裡面的人其實 就是整部小說他其實 偉大的點是他 基本上可以說是非常完美的呈現了在那個時代的 個人跟社會跟整個戰爭到 生活上面都很完美 他們之間的兩性動態當時他們的婚姻關係什麼的 算是一個格局很大的一部小說呈現了那個時代的所有的背景故事 那麼也因此這部小說就是 這部小說就是 這麼經典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麼當時就是 呃 背景就是這樣 法國拿破崙要侵略俄國了 的那個戰爭 那麼結局大家也知道最後 拿破崙就 敗了嗎 ok 但是很後面的事情就是敗了然後後來拿破崙在 敗給俄國的時候就一絕不振就一路就敗了 ok 那這樣是一個背景故事那麼一開始要先跟大家講就是 這個圖裡面吼 這整個裡面的大主大家猜主角是誰 來關大家 大家猜主角是誰 我放大 可以放大一點 那麼多人 這個 大家聽了這麼多紅藥丸對不對 你要猜主角要怎麼猜 很簡單嘛 我們 看了這麼多紅藥丸我們都會知道說 這個主角通常 你聽過我跟奧客或是老闆我們直播知道嗎 一堆 這種書啊 通常主角都是 貝塔還是阿法 呵呵 大家可以猜一下嘛對不對 對不對 瞭解了看過很多的這種 我好哥都會知道主角通常是 貝塔還是阿法 主角通常是 藍藥丸還是紅藥丸 對不對 這相信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猜猜 哪一個像主角的樣子 通常主角就是一副貝塔一樣嘛 很布露佩爾嘛 對不對 所以 這裡面 哪一個男生長了一副很 布露佩爾的樣子 大家猜一下 各位覺得是哪位呢 好這邊有 基本上就是有 三大家族 OK這是一個 Prince Vassili的家族這傢伙 OK 那這個是Prince Vassili然後他有一個 兒子跟女兒 這個兒子叫做 Anatolia 跟一個Helen OK 來喔 再來喔 第二個第二個家族 這是第二個家族 Court 這個是Eoilia OK 跟這個 媽媽 Contis Natalia OK還有一個 兒子跟女兒 這個兒子叫做 Nicolai 這個女兒叫Natasha 喔每次看這種文學著作 我一開始就很麻煩 這幹 媽的 一開始就會 你會出現一大堆角色 當然有沒有 就是看過看書的人 就會都已經有這個習慣就是 你在看一本新的這種文學著作小說 什麼娃娃哥都好 就一開始一定是他媽的人一大堆 然後那個以前的人寫小說的時候 你不care 就說乾媽你自己就要理解 不會像現在可能就是還會考慮到讀者說 啊你這樣腦袋很混亂就不想讀你知道嗎 不像現在 YouTube 媽你前面10秒 看不下去你就轉台了 對不對 就是媽這麼這種樹誰要看啊 過去人不理你啊 就是一開始就角色全部出來 所以 一開始你就會 到底誰是誰是誰 OK 這個是他的女兒 然後第三個這也是另外一個家族 Prince Nicolai 然後他有一個 兒子 Andrea跟Maya OK 然後第四個另外一個家族 Anna 他兒子是Boris 好不好 那麼其實我覺得 像這種 劇作小說你說誰是主角可能就有點low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我沒有看過小說依照我的經驗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啊他不是主角 他不是主角 那個誰才是主角 他會爭嗎 他不是主角 合理 但是 就整個這個電視劇的格局啊 OK 他述說故事的方法 主角 是這位 Peer 在左下角這位 我這樣不知道大家看得到看不到 喔這裡 來圈給大家看 主角就是這位 幹這個 大家喔對啊 沒錯啊你看就能拍出來 就一副 Beta一樣這個媽 誰戴眼鏡啊 你看不出來這副Beta一樣嗎 來來來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這個 這不是Beta一樣嗎 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嗎 OK永遠什麼電視劇戰爭與和平2016好不好 這一個辦的而且你看隔壁這位 OK我們就順便看 所以這位是他好朋友 你看 這一位 比較起來看哪個叫Beta 看所以他們選角都選好了 那這邊也稍微在 劇透一下 這一位啊 是Peer的好朋友 然後他中間的時候啊 媽睡了他老婆 好友兼小王 對不對 這一副就是那媽的 睡人家老婆的樣子吧 好 所以這位就是主角 Peer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一個個介紹 不要一個個介紹 我就是跟著這個故事跟大家講 那 整個故事一開始上面就是在聊說 這個Peer啊 他就是一個 伯爵 某個 那個伯爵沒有在這裡面 的一個私生子 那他就是一輩子都沒有經過他爸爸 然後可能是住在法國之類的 所以 這個Peer在一開始的時候啊 他就是比較像私生子 比較 沒有這個social aware 然後 沒有很 沒有辦法很融入像其他這些很貴族般的人這種生活 那麼 他因為當時啊 住過法國 然後當時那時候 拿破仁那個時候啊 這故事一開始還沒有入侵俄國 還沒有真正入侵啦 那麼 拿破仁好像在法國裡面有做一些革命啊 一些很進步的事情 什麼自由平等博愛之類的 OK 現場如果有一些歷史大師 我講錯話 可以麻煩幫我補充就證一下 之類的就是比較progressive的一個思維 所以 這個Peer就 非常的 崇拜 這一個拿破仁 然後他回到俄國的時候 跟去那些貴族的一些聚會的時候啊 他就會 忽然就是冒起來就是講的不很熱血 就是說啊 就是 自由平等博愛啊 我們現在俄貴族你們都 不懂百姓疾苦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事情都不理他們啊等等 這個就是 整個就是他就是成全左派的這種情形 好 那麼 那 這部小說他有趣點也是真的很厲害 這邊也反正看完了嗎 有趣點是這邊也稍微跟他 直接告訴你 這一個電 這一個電視劇的後面的時候啊 其實 到後來拿破仁進攻 殺到俄國的莫斯科佔領的莫斯科之後 也是這個Peer 最恨拿破仁然後要去暗殺拿破仁 後面的故事到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有趣點就是想跟大家講 其實 就我自己的觀點去看其實就是可以讓大家理解 就是說其實Peer他就是一個 你也可以說是空有理想 的人 然後但是沒有能力他真的就是沒有能力 沒有這種能力至少在電視劇是這樣這樣子言的 那麼這個在我們Rapio也常跟大家講嘛就是說 呃 當你沒有能力的時候然後你空有理想的時候其實你是很危險的你會 最後你陷入這個世界的 你就是最有可能 被震惡給吞噬的人 那當然 所以中間後來的時候 在整部小說也有呈現出這一面就是 這個最空有理想最熱愛拿破仁的人最後也是 也是最終的中間打仗的時候他也不會戰爭然後就是說我要去體驗一下戰爭是什麼樣等等的 當然他也從中得到了很多的成長跟什麼什麼瓦格但 某個伯爵的私生子嘛OK這個伯爵沒有在裡面然後他就是要肯他 探救他爸爸 最後一面 然後呢 那個伯爵 要死的伯爵的 可能是得力助手就是這位 Prince 18c里這位看起來就是一副很伯爵一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長寶捲毛 的這個情形 那麼一開始大家就認為說 伯爵是不會把遺產給這個私生子大家是這樣認為的 結果 所以這個人啊他就是大家想幹錢嗎反正那個時代大家就是想要賺錢 那麼 長話短說就是說 最後沒有想要發現說那個伯爵真的是把他所有的 生家財產 就是給了 他是一個 幾百年沒見面的就是一直都沒有見面的這個私生子所以這個 皮爾 就莫名其妙的 身懷的巨款得到了一個伯爵所有的 財產房子啊就是媽的就是 弄爆就是賺翻的這樣 然後老實說我看到這邊的時候啊 你知道嗎就是 這媽的 紅藥丸中毒是不是 也不能講紅藥丸中毒啦這個跟紅藥丸無關 就是 大家想問看大家大家有沒有感受到在以前 我不知道現在大家幾歲至少我自己覺得我在我以前的時候 就可能20年前那個時候啊 看了很多很多的書 不知道現在也是這樣 就是 他們總會喜歡一種劇情就是你是一個平庸的 好人的 就是 好人然後人觸無害的一個 而且要給你傻憨的樣的一個人就像郭鏡這種人 然後你 主角或什麼華客都一定是這樣的人 然後 大家有沒有覺得就是說 幹嘛很多小說都在講這種事情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但是 我 剛我看到 當時我看到這電視劇這個劇情說 幹 哇操 我忽然想到好幾種不管是台灣的電視劇啊什麼什麼蛙哥漫畫啊 什麼什麼蛙哥的 就是 當時就很喜歡講這樣的故事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在現在當代啊 我覺得看到的就比較少了 然後 可能是因為媽的我這樣創業或是選擇你現實做久的時候啊 我就會 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說這其實也很好的鋪排就是 就是說 當一個這樣的人他忽然得到一個巨大的財產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就會覺得幹這個實在很兇險 就這種事情在媽超兇險的而且 那感覺就好像是你忽然有一大堆東西可以失去了而且 你還是 你會 我當在看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就是說你忽然你原本只是一個 大家不會 你講 很多時候他都看不起你好但是我覺得也是大家不會把你當成是一個目標的人好了 就是一樣在推廣一下澳客的那個全摩大家去看一下可以更理解說我在講什麼就是 你原本就是普通人的時候啊 大家也 不會對你有什麼異己之心之好不會想傷害你好了 那 當你忽然有錢的時候就算某些人的本性是好的或者他本來就不是什麼壞人 但是因為在你忽然有這個錢的時候啊 很自然那種人性你可以這樣去講 你就會被當成目標 那 當我看到這個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幹那我們要搞什麼drama出來 就 首先呢 要先主角是一個普通的beta對不對 就看好多人說我也是beta我也是這樣我是好人 對馬上引起大家的 情感連結對不對 好是beta 對不對我把不到妹 忽然 老天作者就是登給你家財萬貫 然後這時候呢 一直被他 我幹好爽哦 我忽然變有錢了你知道嗎你會 你會有這種共情嗎 親感你 哎我忽然的 你看現在說我現在有錢多爽啊 啊幹我變有錢超棒你看 我現在生完巨款了我有錢了我可以 媽把妹了我可以買房子我可以買什麼跑車我可以做好多事情 幹我只要有錢我只要有錢我真的可以 我可以變得很好的人 你知道嗎 那共情 但是 有趣的也是這樣幹 你現在他媽的有錢了你就等著被 等著被他宰割你就等著開始失去東西你知道嗎 他作者就覺得說 好那 我現在你有錢了爽 接下來 我可以好好的 讓你墮入深淵 你知道嗎 我看完就覺得 所以我就這樣覺得就人生其實不是這樣過的 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我自己的情緒就覺得沒有沒有 我看你這樣不行你這樣不好 就一直跟大家講就是說 當你不是這樣的人的時候 你拿這份錢會讓你的人生更加的悲慘 所以 我一直跟大家講嘛自我貼上概念就是這樣就是 你應該是 先 是一個有這樣錢的人的一種人格特質或是一樣的生活型的或是你的紀律 或是你的周遭的人際關係什麼什麼都好 但是你的錢可能還沒有跟上來 然後 慢慢的 你會 你會窮一段時間這樣講百零好了 那就只有你的財富累積上來的時候你才有辦法再去面對 你會在中間所有人對你的這個什麼什麼挖歌啊或什麼全魔什麼什麼東西 好 所以 總而言之幹我們講了半小時就 還沒有講他兩性動態 靠腰勒 我們今天要分兩集直播講 所以就跟大家講的就是 呃小說可以看啦 但是你但是我我自己就覺得有些人很慘就是 看你人生力量不夠你看這種小說 他真的被 不要講被洗腦你就是 我會 我自己是有點 會去過度想就是說齁 當你看到每一個這種 劇作的主角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你會怎麼去形成你的人生 你旁邊那個小王啊那些什麼媽的阿法啊那些很雞巴上家老婆那個東西你都會覺得他們是壞人嗎 所以 他 故事算是故事但他隱含就是會 稍微 怎麼講 請以默化的告訴你說你應該要努力的 變成這種 很單純然後很無害的這樣的人 就是你會變成說我要跟主角一樣 我的人生我就是希望我變成那樣的人 因為如果我是 我不是一個貝塔的話 如果不是一個好好選擇貝塔 我是一個阿法的話 幹我得不到錢耶 你看那個阿法得不到錢啊 他只能上別女人 但如果我說我乖乖的這樣子 那麼 我努力變成這個樣子 我才可以 得到這個 家財萬冠 我才可以換他媽的灰燼一貨這樣 幹 當然你可以說我這樣子過度解釋但是 我認為這是有他的道理所在啦 好 那 他得到家財萬冠的時候呢 我就是要說幹那 這群老先救人就開始要 有人要幹這些事情所以呢 這傢伙啊 這個 Vasili這個人 他原本以為說 那個伯爵死掉 因為他當時跟那個 那個伯爵是混醉久的 他以為說他會拿到錢 就幹他一毛錢拿不到 所以他怎麼幹呢 他就 這是他女兒 Helen OK 這個 Helen 我把他放大這傢伙 Helen 這個Helen 把他 嫁給 那個Pier 那麼呢 這個Helen 那跟他介紹 基本上 用快速介紹的話 這個妹子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Bitch好了 但是我不要講Bitch 這樣講不太 不太精準 反正就是一個 很會算計 然後很了解怎麼去 很了解怎麼去 利用自己 female sexuality的一個女人 這樣講好了 那 當然是 呃 就是很多男生都是有淫亂什麼什麼挖戈之類的 所以 基本上 那當然那個Pier當時也是 覺得他很正啊 就是馬上就是 類似 真命天女就是 正爆發之類的 所以 在整個電視劇就是一瞬間 這個Pier剛 拿到財產之後人傻傻的時候 然後這個 爸爸就是這個人就是輔佐他嘛 就順道直接把他的女兒 嫁給他了 這樣子 所以 跟大家講嘛 一樣 無論是當代還是200年前 呃 180 200年前嗎 300 200年前 200多年前 都一樣 你是一個Beta 你沒有紅藥丸覺醒 你就是個帶宅的飛揚 所以他就是這個飛揚 那麼最後他們就載了一心 然後他又是一個 你就這樣 他就是個Bitch 這種情形好了 就這樣 好不好 他們兩個就 那麼接下來他基本上一開始就是拼命跪田這個女人啊 然後 呃 打泡完之後他就是魂不守舍之類的 然後這個海倫就是 就是經常就出去party什麼什麼啊 所以 也快速跟大家講一下這整個過程中啊 在這個裡面 剛講這個是這個 Fadia 是 他的好朋友 原本他們的老朋友 那有一次這個老朋友來見他的時候 然後就是 就一樣嘛 你看 那個 劇情故事都是這樣寫 你知道啊 你開始覺得乾媽的都一樣 就是一開始 他跟海倫講說 喔我有個朋友要來 然後這個海倫一開始說 我不想見這個朋友 這朋友很討厭 很雞八啊 什麼什麼 哇哥 就想雞八 他就說 乾媽的 要打泡了 然後 一開始的時候 呃 這個海倫還一直 跟他老 跟這個他老公啊 跟主角說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不要跟他混啊 什麼什麼 討厭家滾啊 很煩 很機車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 一開始這個主角皮爾 還在跟老婆講說 他是我朋友 你要好好對待他 就是要把貴為上兵 這什麼哇哥 就是乾媽的 β1014的下場 就果然 那 就是 過沒多久的時候 就 馬上他們兩個就 打泡了 那 這句中間一個故事 好不好 中間一個故事 好 那 乾媽的 我沒想到會 拖了這麼長 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聊 其他人的兩性動態 好不好 首先呢 這邊有好朋友 叫安德烈 這傢伙 OK 這個家族是我最喜歡的家族 OK 如果大家有看小說 這是我一個最喜歡的家族 那麼 這個叫做安德烈的這傢伙啊 他也跟這個皮爾是好朋友 然後他是一個 怎麼講 你可以說他就是一個 有阿法特質的人 有阿法特質的一個人 但是他有點 Bluepil還是有點 Bluepil condition 在這個裡面啊 在這整個局 在整個 整個 整個 裡面啊 唯一我覺得比較是有阿法 就是真正的阿法 Rapil覺醒的人 就只有這傢伙了 就是這個 Prince Nikolai 這個爸爸 感覺起來他就是應該就是 最 宏耀恩覺醒的一個人 那他這個兒子是有阿法特質的人 就是 蕭勇散戰爭去戰爭啊 戰場之類 但是還是有點Bluepil 然後呢 這個安德利啊 他 當時 這老婆 就是這個 Lise ok 不知道該怎麼發音 Lise他的老婆 然後他們的 他們的 他們的故事就是這樣 就是 他也是個老婆 一個居家傳統女性 非常好 但是安德利啊 在一開始 他就是覺得說 他不甘於 就是很無聊 就是說啊 每天都跟貴族混在一起啊 然後就是對宴會 然後喝酒 然後就是 Social 生活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儘管知道說 這個安德利儘管知道說 我也敢幫了老婆 而且他們 呃 他老婆已經 呃 懷孕了 ok 他即將要小孩 他還是覺得說 人生很無聊 所以他就是當時 呃 那個法國跟俄國的戰爭打起來的時候 安德利就說 我要去 打仗 我要重軍 就是我受不了待在這個 這個 這個 俄國這種 舒適的地方啊 我就是他媽要去重軍 所以他就跑去重軍了 然後呢 重軍完之後 就是一樣嘛 就是 後來他老婆就要生了 然後中間有段劇情就是 他在 戰爭的時候 有一段 他忽然要衝鋒 中間一個很有名的戰爭 我忘記什麼名字了 他就是拿著那個俄國的國旗 要衝 往前衝的時候 然後就被敵人給捅了一刀 然後就 掛掉 沒有掛掉 沒有掛掉 說錯了 就是重傷 然後 這邊就有個部分 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 這位啊 Maya 右邊這一個 是 他們是應該是兄妹 那我就要講講這個 Prince Nikolai的家族 這個是我覺得裡面裡面的家族 裡面我最 至少我最滿意的一個家族 好 那麼在小說裡面呢 OK 這個Maya其實是一個醜妹 但是他是一個 宗教像非常虔誠 然後 也非常有紀律 就真的是 傳統女性的化身的一個 人 但是他是一個醜妹 好 那麼 這邊就可以完全體驗出就是一個 一個家族的教養多重要 一個爸爸有洪耀丸覺醒 儘管 那時候我在看那個電視劇之後啊 就旁邊跟我講就跟我講說 因為中間有一段就是安德烈要去戰爭的時候 然後他爸爸就跟他講一句話 就他 他爸爸送他兒子出去嘛 他爸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類似一個很屌的 我也不知道 也不是將軍啦 就是一個 德高望重的 很有政治影響力的人 應該這樣講好了 這個你可來 他就 跟他兒子講說 如果你戰死的話 我會很難過 我會很痛苦 但是如果說 你在戰場這樣 怕死 然後背叛你的祖國 什麼什麼 之類這種東西的話 越確戰的話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會很羞愧 就這樣 他就這樣講 就是 講了這句話 我就覺得一副本 怎麼講 嗯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 不但是 透露出自己父親對兒子的感情以外 也透露出本身男子氣概的一種責任感的一種 一種期許這樣講好了 ok 簡單來說 我喜歡這個爸爸 你是他 somehow是有一點點 欸 也不能講 有點死骨不化這種感覺 但是 他就是覺得是男人 就是應該做這件事情等等的 所以也因為如此 我的朋友啊 說 這個爸爸 對他女兒很不好 就是嘴巴很壞 就是 就是總之就教你們啊 你不要這個女人就是什麼什麼之類 這樣子 等等這個東西 好 我當時我在看的時候 我在慢慢一起一起看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好吧 那我來看看這個爸爸 因為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爸爸是叫他兒子去 戰爭的時候 我會覺得 欸 不錯 這爸爸很好 就是 我喜歡這個 就是 不但是對兒子有感情 然後也是 站著男子膝蓋的東西 欸 這個爸爸好 然後有人講說 看他對他女兒不好 說欸 好吧 那看看他到底對他女兒都不好 所以基本上 他爸爸對他女兒不好的點 是這樣 就是說 可能會說他女兒長得醜啊 什麼時候 他女孩子什麼什麼 哇哥就很醜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 嘴巴壞嘛 我會覺得欸 好吧 爸爸 嘴巴壞 對女兒可能 真的是重男輕率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繼續看下去 然後呢 一樣 來到這邊 中間啊 哈哈 哈哈 來講這個家族 Prince Vasili 來我們來大家看一下 剛開始跟大家講嘛 就是這個是主角是一副Beta樣嘛 然後這是他朋友嘛 睡了他老婆嘛對不對 來我來問大家 大家覺得這一個人 的樣子 是一副 二選一的話嘛 就是一副是Alpha樣還是Beta樣 大家覺得這一個 Anatoli Kurajin 這傢伙 真的就是 形象啊 就是這種事情是很重要 就是你 你找什麼角色啊 什麼什麼挖哥 就是人都是看外表的 外表就是 第一個對你的印象 直接印在你裡面 你 大家覺得這傢伙 哈哈哈哈 好 答案就是 沒錯 他就是 睡很多妹子 這家我其實睡很多妹子的 OK 有人講Beta吧 好吧 那他真的是 這家我就睡很多妹子 就真的是這樣 一個 這不知道他 他兄妹還是姐弟之類的 這個是搞一堆男人的 這個是睡一堆妹子的 好 所以當時他們的家族期就是這樣 就是盡量要去找有錢人去結婚 然後讓自己家族有錢 所以 他爸爸就很厲害的把他自己的女兒 嫁給了這個Beta代宰羔羊的人 對不對 然後呢 一樣 他也要他的兒子 去 娶 這一個 在小說裡面是醜妹 但是你知道嗎 在電影裡面 不會讓他太醜 就是 一副比較傳統女性 無聊的個妹子 他外表其實我覺得蠻清秀 蠻好看的 這樣 所以 他爸爸就帶了這個兒子 要去跟這個人 求情說 我來跟看你女兒結婚之類的 等等這個情緒電音 好 那麼 他爸爸 就是 晚上要看他爸爸怎麼處理 那麼 電視劇裡面他爸爸的態度 也是 somehow知道說 就這個家族的 這個小孩啊 就是媽很會讓稿子 有些風聲 但是 他爸爸還是說好吧 沒關係就 讓他們自己聊聊看 自己去 讓這個 Maria OK 跟這個 Anatoly 不要念對不對 就是看 問看他到底怎麼樣 然後他就是 整個爸爸背這兩人就講說 那摩安西就是 呃 就直接就不廢話 就是說 反正就是讓他們看看 他們如果要結婚就讓他們去結婚 就隨便 就這樣子 一副就是很 隨便阿法的樣子好了 那麼一開始的時候 的第一個照面的時候啊 這個 Maria 就喜歡上這個 Anatoly了 OK 所以他當時就是 厲害嘛 就是 透過他自己的魅力 然後他自己的 也不要講話術 就是說 那一份 那一段對話 其實就是 會打動一些 比較沒有經驗的妹子的 一些心情 這樣 所以他一開始就是覺得說 欸 他喜歡這個Anatoly 然後 有中了阿法 阿法的face 可以就是這樣 可以嫁給他這樣子 然而呢 然而 這一個Anatoly 就在可能 隔幾天之後啊 就是直接 睡了 可能有睡了 或是直接跟他的 這個是他們家族的一個 他算是一個仆人吧 算是仆人或是 玩伴之類的 這個家伙 這個妹子 就搞上了 這樣講不太年好了 等等 所以 這個人 同時間就是 搞了他的 家族另外一個女人 這樣子 然後被 這個Maria看到 然後 看到的時候啊 然後就 求情那天天到了 OK 他就看到了這樣子 但是他又愛上 他之前又喜歡上那個男生 所以後來 他們就是看不到之後 就求情時候來了 OK 他爸爸就帶了他兒子 這個 這個Prince Vasily帶了他的兒子 來去跟 這個爸爸 跟他女兒見面 然後就是說 可以嫁給我嗎 等等這個情形 好 那麼 那就我就在看嘛 我就在看說 一看了後 我講說 我講說如果 顧著要走下去的話 要讓他萬劫不復 那麼這個Maria 應該會就是 三號就是半推半揪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最後他媽就搞上了 好 反正就是他媽的 弄在一起之後 然後再把他搞爛 你知道顧著要走下去嗎 你知道 我就看就是這樣子 就沒想到 Maria就說 我絕對一輩子都不會跟你結婚 就是完全的拒絕 就是 而且還不是那個什麼什麼阿哥 然後有趣的點是在於說 他拒絕了罵 然後我就看他爸爸的反應是什麼 上面的爸爸的反應是什麼 就他爸爸的反應是什麼 他爸爸的反應就直接 當場 跟這個爸爸跟這個兒子 就說 拜拜沒事 我女兒不要 你們回家 拜拜 直接走 就瞬間 連這種什麼 哦 我女兒在想一下 我們就在告訴你什麼什麼阿哥 他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思考 什麼什麼阿哥 不好意思喝個茶 走 沒有 然後爸爸就直接說 你們走吧 我女兒說不要 爸爸走 就看到那幕的時候 我就會說 幹沒有啊 這哪會對女兒不好 靠腰勒 就是 就是 這個他媽的超級照顧女兒 好不好 在那種年代 就是 就是 如果你說一般的情 應該是女兒沒有什麼 say 可以決定吧 結果他爸爸因為他女兒說不的時候 就是瞬間叫他們兩個給我滾 就是我女兒說不要就滾 好 所以看到這邊 我就覺得 嗯 我喜歡這個家族 就是 幹這個爸爸 有男子膝蓋 然後 也懂得去保護自己的女兒 或是尊重自己的女兒的意願 等等什麼什麼阿哥 他有趣一點就來了 有趣一點是在於說 我們常跟他講hypergamy hypergamy hypergamy這樣子 就是 我們常跟他講說 大家講hypergamy很機車 很糟糕啊 什麼大家覺得你邪惡什麼 幹沒有沒有 那是一個天性 但是這個hypergamy 是可以被 後天的良好的教育給 控制好的 所以 儘管這個Maya一開始 是被這個 有Alpha 不要對 Alpha face很強大的男人 就是他媽到處上床 這個男人 給尻到了 但是因為在一個良好的教育之下 他是可以 控制好 所謂regulate 掌控好自己hypergamy的 失控的點 然後 就是讓自己不要 媽 就是走向有毀滅的未來 等等這個事情 那麼 我自己的解讀 我自己的 個人的解讀 我就是認為因為 他有個Alpha的爸爸在 他有一個 就是大家說 看你怎麼對你的嘴巴這麼壞 當然你知道嗎 他小說得這樣 這樣做 你真正你想當個爸爸未來之後 你也沒有必要 就講一些很雞巴 我女兒愁八怪 什麼的 但是 somehow你一定會有一個 身為爸爸的男子氣概 就是會 教好自己的女兒 的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他可以 幫他女人更加的武裝起來 而不會被這些fuckboy 或者是被 所謂被渣男給 搞砸自己人生 的這個情形 就是因為有一個 strong father 的情形 他有個strong father 所以他的兒子 是有Alpha特質的 女兒 可以控制到自己hypergamy的人 的這個情形 然而 這個要講到另外一件事 同樣事情發生在 這個家族 這個 叫做伊尤雅的這個人 相反的 這個爸爸就是一個好爸爸 一個 沒有框架的爸爸 的這個情形 那這邊有趣一點是來的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看見 Ray Pio的東西 實話 你看這個Natasha 他其實 如果你一樣 整整個 電視劇的故事裡面 如果你要說誰是 最像是女主角的話 其實是這個Natasha 這一個 如果看過 那個電視劇的話 大家去看一下 然後 然後 因為 就是整個 整個故事在塑造這個Natasha的時候 真的就是把它塑造成是一個 就是我先講 這一般人在看的時候 一定會覺得她是一個 就是一個女主角 然後 就是也不會覺得她很雞巴 就是她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棒的女主角這樣就好 但是 我一直用洪耀丸的這個Lens 視角去看這個分界 整個事情就覺得幹沒有 是個女的 low level 就是說其實價值不對 好 所以 為什麼我一開始這樣 一開始的時候啊 這個Natasha的一些 我覺得很棒 你就是 首先就是她 呃 她的 兄弟嘛 這八哥哥的弟弟之類的 跟 她的這個 cousin 就可能是表姐妹之類的 他們兩個是相愛的 你知道嗎 那個年代就是 媽的愛來一起 都是親戚之間在那邊弄 靜心之間的 在那邊 約會來約去 所以我後來問一下我朋友 他就說 其實在那個年代都這樣 就是你約會 通常都約會親戚一輩這些人 而且不只是這樣 我想是 同樣的人就是那媽的重複 要約會 你三號 這真的也是這樣子啊 在整個裡面啊 裡面很多人都重複 媽的都搞來搞去的 就是她一個人搞完 然後這邊又分手 或是她一個暫時 然後她就搞其他的 表兄妹姐妹 就是這樣 就是這幾個人在那邊 玩來玩去 換來換去 好 所以我想講這麼多 我只先好啦 跟大家 講重點就是說 在一開始的整個電視劇的塑造 就會把這個Natasha塑造是一個 女主角 比如說愛心的原則 然後成熟什麼什麼挖歌等等這些情形 這樣子 好 那麼 OK 我們今天講一個小時 我們先顧稍微快轉一下 因為我想跟大家講一些紅葉丸的一些 視角一些東西 這個安德烈啊 OK 她的太太是這個Lisa 然後她後來就是跟妳講 她去戰爭 然後負傷回來之後 就發現說 她不想要去戰 她去戰爭 不像她過去 那麼想像中 那麼的 美好 她就想要回來 再去找她老婆 然後她回來的那一天 剛好是她老婆Lisia 臨盆的那一天 剛好 她老婆正要生小的那一刻 媽媽 我想說 幹那麼那麼巧啊 幹的媽的 妳那媽回來 妳去戰爭那麼久 回來那一天 剛好是他媽的 馬上就要生了 已經 醫生在旁邊了 好 她就是看到她老婆 正要生了 然後她老婆就看到她 就是也不知道 因為 噢 幹 有一段劇情沒講 有一段劇情是 她那時候負傷嗎 然後生死未卜 然後呢 那個國家就寄信給她的爸爸 就是說 你兒子啊 在那個戰場上 找不到她的屍體 但生死未卜 這樣子 就是不知道 然後他們 她爸爸就覺得看她 肯定死了 就是 那個那場仗是那麼的慘烈 然後又找不到她的屍體 所以她認為她兒子應該死了 這樣子 然後 她就把她的女兒叫進來 OK 然後跟她女兒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妳哥哥啊 就是生死未卜可能逛 然後爸爸就很生氣 媽 火大 就是妳知道嗎 就是那種男人 那種 這種傳統男人 阿爸生氣的時候 在那邊 暴怒 滾 我兒子死了 他什麼什麼 就是類似這種這種態度 然後呢 她就要她的女兒去 告知 她的妻子 這個惡號 這樣講好了 然後當時她的妻子 因為 她老公去戰場了 所以 這個妻子就是跟她們家人住在一起 然後呢 這個女兒這個媽呀 她就去跟這個Lisa講 要去跟她講這個事情 結果沒想到她 看到她的時候 因為 說不出口 因為她知道她要生了 怕她身體不好 不想讓她太難過 她就 說要生了 先不要講好了 不要跟她講這惡號 所以她就沒有講 然後她就回去 有點膽戰心驚的跟她爸爸講 就是說 我還是 我覺得我不要跟她 講好了 她現在 生理 就是懷孕 就是先暫緩這個消息 結果她爸爸的反應是說 我就一直覺得 我就想說 幹媽 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她老爸對女兒很差 你說幹她要怎麼樣 又罵女兒了嗎 結果她爸爸說 啊 沒差 隨便 你不要講 隨便 就是女人的事情 你們就自己處理 我就看說 幹 這個怎麼會說對女兒不好 幹這個很好 好不好 我看媽 你們是怎樣 就是這麼好的事情 被你們講的不好 就是瑞比歐常見人在講 就是說你要 說男的不尊重女的 沒有不對的 這個地方 她爸爸我覺得 就非常尊重她女兒 就是 好啦 你們女人有自己 你們人自己的這種情形 那就讓你去處理 我就不干涉 那多好啊 對不對 所以她女兒有點嚇到 幹 就是 我以為爸爸會罵我的 結果爸爸說 就沒事這樣子 好 然後 然後 完了之後呢 反正就是有這個劇情 最後她就是 因為 不知道嘛 沒想到她活著 就是大家以為她死掉 就她活了回來 然後見了她這個老婆 最後一面 OK 那 這個老婆 就是 在生日內看到她老公 但是最後 小孩生出來 但是 她老婆卻死掉了 所以 這個安德烈就是 很難過 就覺得說 我當時明明有很棒的家庭 很棒的生活 結果我偏偏要去 戰爭打仗 結果沒想到我回來之後 就是失去了這麼多 跟妻子相處之間 然後最後她生起來 老婆死掉 就很難過 所以這個安德烈就是 很長一段時間 就是 可能三四年 什麼的蛙哥 就是很 就是過著一幅 很憂傷的生活 就做自己的事情啊 有點 有點與世隔絕 就是有點 也不是說 也沒有說擺爛 就是她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很悲痛的 就是上妻嘛 等等這個事情 然後 媽這故事還太長了 三四年之後呢 這個安德烈 跟這個女主角 就是 相遇了 上後反正就是相遇了 然後就 兩兵就是 天雷溝通地火 媽的 媽的這種 我們就相愛了 就是 一個 在當時看起來 就是一個很完美的 一個 結合 就是男生 又是一個 有Alpha氣場的人 雖然說 有一點點Blue Pure 但是就是一個 男人 這樣講好了 你有像他爸爸 那麼Rap Pure 這樣講 大家比較好去理解 然後這個女人 又是 感覺是第一女主角 很有愛心 然後 呃 就是 就是 這種情形 他們就相愛 然後呢 後來 3號 你知道嗎 小說是愛搞這種東西 他爸爸啦 就跟他講說 你 稍微看看吧 OK 類似說你要看這個 你跟他到底是不是 你們是真的可以 託付這宗仗給他 所以他就是說 好 你們先訂婚 然後他要在安德烈 離開俄國 然後去 好像是瑞士吧 還是去另外一個國家 去養傷 因為他剛好從戰場 富商回來 就要去 那地方養傷一年 一年回來就再結婚 就先訂婚這樣 所以 這個安德烈就是 跟這個 Natasha 很相愛的結婚了 但是 說 就是他會很緊張說 我會不會說 我會不會說 他會不會說 我們會不會說 我們會不會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